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waraya Bodhi 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 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waray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ishyami Sarva Arta Sadhanam Shub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aloke A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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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Mahabodhi 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vijayante Dhaara Dhaara Dhaarendreshwar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hi Ehhi Lokeshwaray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Kulu Kuru Kuru Mala Sukuteshwaraya Bulu Bare Padma Nabbha Sarha Sarha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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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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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yaya Kuru Kubervaya Bodhay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ntra Pādhāya Swāhā Pūsē pūlūnī Sīmk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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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udpana niruddha amala avimala anuna apari purna tasmachariputra sunyataya narupam navedana nasamgya nasamskara navigyanam na chakshu shrotra grana jihvakaya manamsi na rupa shabda gandha rasa sparshtavya dharmaha na chakshu vigyanadhatur yavan na manovigyanadhatur na avidhyana vidyakshayo yavan na jaramaranam na jaramaranakshayo na dukha samudaya nirodhamargaha na jnanam naprapti tasmachariputra praptitvata bodhisattvasya pragyaparamita mashrityaviharati achita avarana chita avarana nastitvata atrasto viparyasa atikranto nishta nirvana pratha triyadvavyavastita sarvasambudha pragyaparamita mashritya anutar samyaksambodhim abhisambudha tasmachryatavyam pragyaparamita mahamantro maha vidyamantro anutaramantro sama asamamantra sarvadukha prashamana satyam amityatvat pragyaparamitayam ukhto mantra tatyat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gate parasamgate bodhisattvasy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gate bodhisattvasya gate gate 下個訊息我們可以討論修行的過程 今天講到希望下個禮拜可以討論修行的過程 因為你們的法門是淨土法門 因為大家的法門是淨土法門 所以我會講一些道理可以比較容易配合你們所需的淨土法門 所以掌路會講一些道理容易配合大家所收的淨土法門 阿漢經跟阿比達摩所講的四年出經 政治的小學不一定容易配合淨土法門 阿漢經跟阿比達摩所講的四年出經 政治的修行不一定可以配合淨土法門 因為淨土法門就是完全靠修行的 因為淨土法門就是完全靠菩薩道 菩薩道就是無二法 菩薩道就是不二法 無二法強調根本知識 不二法門就強調根本知 根本知識在大乘佛教叫無分別之 根本知在大乘佛教叫無分別之 阿漢經跟阿比達摩所講的分別之 阿漢經跟大乘佛教就是強調分別之 其實兩種智慧我們一定需要 其實兩種智慧我們是一定要需要的 所以我特別強調遺失 因為遺失很有智慧配合兩個方法 最後就是特別強調遺失 因為遺失很有智慧去配合兩個方法 遺失就是根本知 法相就是有分別之 兩個其實是一個過程 遺失就是根本知 法相就是方便知 其實兩個都是一個過程 那現在我們要學正念政治的小信 沒有正念沒有政治就沒有佛法 那現在我們學正念政治的修行 那沒有正知就沒有正念 那這個就是佛法 不管我們怎麼解釋 用分別智慧還是無分別智慧 還是我們學教的小信是靠正念跟政治 這是佛法 沒有正念正知的不是 我們是用這個分別智慧 或者無分別智慧 佛法就是正念政治 那正念跟政治是來 就是用來體會究竟法 正念正知就是用來體會究竟法 體會究竟法的條件就是了解事實 不了解時間法 體會究竟法就是用來了解世界法 不了解時間法 我們也無法了解究竟法 不了解究竟法也無法了解時間法 平常是從時間法了解究竟法 不過也可以從時間法了解究竟法 其實是精度法門 我們可以說所有的 菩薩島都跟精度有關 精度法門 菩薩島的法門 就是從究竟法了解時間 其實政府法門 跟所有究竟法都有關係 就是由究竟法了解 政府法門 阿肯經 阿比達摩所講的 四年初所講的 政治的消息 就是從 有分別智慧 了解自己 阿比達摩四年初就是 阿肯經就是 由這個分別法去了解究竟法 我們的目的是了解兩個沒有衝突 兩個一定需要 我們的目的就是了解 兩邊都是沒有衝突的 兩邊都是需要的 你們不一定需要 學我們所學的 那個阿比達摩的 所有的威師的分別 所有的色法和明法 大家不一定要學阿比達摩 便美世的分別 所有色法和明法 不過 也對我們的佛教的了解 有大的好處 但是這些都是對我們 合法的了解有好處 所以不能夠直接有分別的主規 所以不能夠拒絕有分別的智慧 不過不一定也需要學很詳細 但不一定的學會 但不一定的學會會詳細 依照《佛日波羅密經》 所有的大神佛教 就是靠《佛日波羅密經》 《佛日波羅密經》 《佛日波羅密經》 依照《佛日波羅密經》 那按照《大行佛教》 如果你可以了解 究竟法 那我們世間法的經驗 就已經在這個 平常将思念处 思念处就是如修行的方便 如果没有思念处 严格的时候不会有修行 平常我们说思念处就是入修行的方便 没有思念处就不会有修行 思念处是来了解我们的经验 是在无我 时间的经验就是无我经验 无我经验就是时间的经验 思念处就是用来了解我们的经验 就是无我的经验 无我的经验就是我们世间的经验 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无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我所执着就是身体 我所执着就是身体 所以第一要了解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所以第一要了解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所以了解神体是所有的小心的条件 所以了解身体就是所有修行的条件 你们可以用有分别智慧 也可以用无分别智慧 不过一定要了解身体 不了解神体 不了解法 你可以用有分别智慧 没有分别智慧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身体 不了解身体就不了解法 所以 神连处就是所有的小心的所缘是所有的所缘的所缘 没有这个所缘 那小心很难成熟 新念处就是所有修行的所依 没有这个所依 修行很难成熟 所以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要变成无我的所缘 就是新念处 所以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要变成无我的所缘 那么这个是新念处 你们学韦诗 韦诗就是用很韦诗的分析 来了解身体就是假的所缘 大家学韦诗 韦诗就是用微小的分别 来了解身体是假的所缘 从微诗的角度来看 先了解我的所缘为假的所缘 从微诗的角度来看 先了解我的所缘就是假的所缘 了解所缘为假的 了解所缘为假的 再了解能源为假的 那才可以了解能源是假的 维诗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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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的就是空 空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空 空就是假的 你 为什么时候空就是空 因为在我们的轮回的体验 就是靠 辨迹性 因爲我們輪迴的經驗是靠偏激心 怎麽我們知道所有人,知道自己的身體,別人的身體 那怎麽我們知道自己的身體,別人的身體 因爲我們有這個意念,就是我的頭,就是我的腳,就是我的手 對不對,就是我的牙齒,牙齒動,我們很難過,是不是這樣? 因爲我們有一個意念,就是這個是我們的頭,我們的手 好,這個是我們的牙齒,牙齒痛,那就很大問題了 我們知道自己,因爲我們用那些概念關於自己 我們也知道別的眾生,因爲我們用概念知道別的眾生 我們知道是自己,因爲我們用概念去關於自己 我們知道其他眾生,亦都是因爲這些概念去關於其他眾生 那些概念就是我們的煩惱的經驗 那些概念就是我們的煩惱的經驗 因為我們不了解世事,我們就分別所有人 依照我們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那些概念就是我們煩惱的一個眾生 所以我們的煩惱,我們的業,是靠概念,不是靠事實 所以我們煩惱,我們的業,就是靠概念,不是靠事實 那那些概念,那些業,就是我們自己的心的作品,不是別的東西 那這些概念,這些業,就是我們的心的一個作品 我們都住在我們概念的世界 我們都住在我們概念的世界 這個一定要了解 這個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們不了解,不管有什麼法門,我們沒有辦法成就修行 一定要了解我們的執著,我們的煩惱,我們的煩惱,我們的業,就是我們的概念 一定要了解我們的執著煩惱和業,都是概念,不是靠事實 不管你怎麼使用,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你怎麼修行,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自己就是概念,概念就是自己 概念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概念 依照佛法這個自己,這個我,就不存在 依照佛法這個自己,這個我,就不存在 不過不是不存在,不是完全不存在 不存在,有它的因緣,那些因緣還是存在 不存在有它的因緣,但是那些因緣也是存在 一定要了解因緣,才能夠了解概念 一定要了解因緣,才能夠知道概念 一定要了解因緣,才能夠知道概念 我們不了解因緣,就會執著概念 我們不了解因緣,就會執著概念 我們了解因緣,就不會執著概念 我們所體會的身體也是一種概念 我們所體會的身體也是一種概念 我們的手,我們的頭,我們的頭髮,我們的鼻鼓 我們的眼睛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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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了解,不要執著那些概念 第一要通達,就是了解所緣為概念 我們才會不執著那些概念 大乘佛教的錯誤,就是你從這種了解所有的概念 大乘佛教了解有錯誤,就是從這種概念 一切為概念開始 所有的概念不是事實,事實不是概念 所有的概念不是事實,事實不是概念 你要入菩薩道,怎麼入菩薩道 你要入菩薩道,怎麼入呢 就是了解概念,了解事實,概念跟事實不一不一 了解概念和事實不一不二 這是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平常我們想概念是事實,事實就是概念 平時我們想概念就是事實,事實是概念 不一不一不一 不過你深入修行的過程,就開始了解 你深入修行的過程,就開始了解 概念跟事實不一不二 概念跟事實出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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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不了解它們出現在一起 不過我們不了解它們出現在一起 我們思維概念的時候,我們看不到事實 我們看事實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概念 不過我們不了解它們在一起 我們看事實的時候,看不到概念 在概念的時候,就看不到事實 那什麼是菩薩的修行? 漸漸漸了解概念跟事實出現在一起 漸漸就會了解概念跟事實出現在一起 所以這樣才我們可以如法了解思維概念 思維概念,思維事實的心 那這樣呢,我們才可以如法了解思維概念 思維事實的心 心是靠我,心的分別是靠受 心的分別是靠感受 所以,聖念初以後,聖念初是方便來了解聖念初 因為我們不了解神,無法了解聖念初 新念初就是一個方便來了解受念初 因為我們不了解新念初,就無法了解受念初 人,其實我的所有人就是神 我所心上就是手 因為我心上是手,所以他有煩惱 人和我的所緣就是身 人和我所欣賞的就是受 因為有欣賞受,所以有煩惱 因為我有煩惱,所以我們是在輪迴裡面 在輪迴裡面都是矛盾 在輪迴裡面都是矛盾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什麼是平平等等 那個精度就是了解 平平等等的方便 那了解輪迴裡面都是矛盾呢? 就漸漸了解平平等等 正統就是平等的一個法文 究竟法裡面沒有矛盾 實際上都是矛盾 第一就是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道理需要思念初 沒有思念初無法了解這個道理 世俗法面都是矛盾 究竟法面就沒有矛盾了 那就要了解這個道理 不管我們怎麼說明思念初 道理是一樣的 從分別的角度還是無分別的角度 去看思念初都是一樣的 輪迴就是在矛盾裡面 在輪迴裡面無法避免矛盾 因為輪迴的質地就是矛盾 質地 質地 在輪迴裡面的核心就是矛盾 我們怎麼可以知道我們是在輪迴 因為我們有矛盾 如果沒有矛盾我們就是在矛盾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在輪迴裡面呢? 因為有矛盾 如果沒有矛盾就在臨盾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有矛盾因為我們有我 我們有矛盾因為我們有我 我們有我因為我們有癮 我們有我因為有貪欲 沒有貪欲沒有我沒有我 沒有貪欲就沒有我 有貪欲所以有矛盾 有貪欲所以有矛盾 矛盾怎麼出現? 矛盾怎麼出現呢? 因為不了解我的所緣 因為不了解我的所緣 不了解我的所緣 所以不了解接觸 因為觸有所緣再會有觸 因為有接觸才會有所緣 有觸再有受 有接觸才會有感受 沒有觸那沒有受 沒有接觸就沒有感受 沒有受那就沒有分別 沒有感受就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那就沒有法 沒有分別就沒有法 那我們就是留在這種境界 知道還是不知道無所謂 這個境界不管有佛 有他的弟子有佛薩說明 這個境界是我們的境界 除了這個境界沒有別的意思 這個境界就是我們眾生的境界 有佛無佛出現都是這個境界 因為有神所有處 因為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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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心 因為有處 因為有處 因為有身體 所以有接觸 所以有感受 所以有心 所以有法 這是我們的經驗的全部 不管你怎麼說明 不管你怎麼說明 我們的每個薩諾 不管你怎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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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我們怎麼說明 我們一個薩諾 我們的全部就是這個全部 別的全部是沒有的 其他的全部是沒有的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就了解佛法 不了解這個道理就不了解佛法 了解這個道理就了解佛法了 不了解就不了解佛法 不管你是修進度法門 還是修別的法門 如果進度法門是國家的法門 那只有這個全部沒有別的全部 那你來收什麼法門 那正道法門如果是有這個道理 那它就是不法了 那沒有其他的全部 在這個全部裡面 有所有的經驗 好的經驗 不好的經驗 解佛的經驗 輪迴的經驗 舒服的經驗 解脫的經驗 都是在這個經濟 那在這個全部裡面 有好 不好 解脫 裂盆 論迴等等的所有經驗 那四念處是來了解我們的經驗 為無我的經驗 四念處就是來了解我們的經驗 為無我的經驗 我們執著 我們執著 我的所言 因為我們不了解我的所言 我們執著所言是我 因為我們不了解我的所言 所以我們想我是真的 所以我們認為我是真的 因為我們想我的所言是真的 因為我們認為我是真的 所以我們想跟我的所言這個處也是真的 所以我們也都會認為我的接觸也是真的 所以我們想靠這個處的說也是真的 所以我們想靠這個處的說也是真的 我們覺得我們所欣賞 所能夠執著的所言是真的 所以我們執著所 所以我們執著所 因為不了解受的所言 受就是領立所言 因為不了解 受的就是領立所言 因為不了解 所以我們想我是欣賞 因為我是欣賞 所以欣賞有問題 所以心想有矛盾 因為不了解 所以我們認為欣賞的就是我 因為認為是我 所以欣賞的就是有問題 所以心想就是矛盾 所以我們不快樂 因為欣賞在矛盾裏面 所以我們不快樂 因為不快樂 所以哭 不快樂就是苦 哭就是因為這個矛盾 因為我們要我欣賞 因為我們要我欣賞 我 希望我們要我欣賞 我抓 我去抓 所以我們相信我所欣賞 我所抓是真的 所以我們去相信我所欣賞 我所抓住的是真的 所以說在矛盾裏面 所以感受都在矛盾裏面 因為受在矛盾裏面 因為受在矛盾裏面 心所分別的緊接是靠說 所以心也在矛盾裏面 因為受在矛盾裏面 心是靠感受的 所以心也是在矛盾裏面 所以我們的我 的子弟就是行 所以我們的我 的核心就是心 沒有心 沒有什麼我 沒有心 也沒有什麼我 沒有心 什麼法都沒有 如果沒有心 也沒有這個我 也沒有這個沒有我 沒有心就是什麼都沒有 不過這個心的我 是靠受的我 沒有受的我 不可能有心的我 但是心的我 是靠這個感受的我 如果沒有感受的我 就沒有這個心的我 那沒有心的我 心沒有什麼子弟 沒有心的我 那心就 這個我 就沒有什麼核心 大乘佛教是說明 沒有我的子弟為真如 心的真如 大乘佛教就說明 這個沒有我的核心 就是心的真如 心才是真如 心才是真如 另外你是學靖土法門 這個靖土就是代表這個真如 心的真如 不是代表別的事情 大家學靖土法門 就要了解這個心的真如 如果不了解這個道理 那靖土不一定變成佛教的法門 如果不了解這個道理 那靖土就不一定變成佛教的法門 心的子弟就是真如 這個靖土就是代表這個真如 心的核心其實就是真如 心就是代表這個真如 真如 所以真如因為它平等 內外平等 所以是真如 所以是真如 內外平等 所以是真如 內外平等 因為內外平等 所以是真如 因為內外平等 所以沒有辦法去觸 內外平等 裡面平等 外面平等 那就是靖土就是真如 就是心的子弟 內外平等 就是這個法 就是真如 就是心的核心 那所有的法 那所有的法 你們所需的法門 就是要出現在這個心的真如裡面 我們學所有的法 就是要出現在心的真如裡面 所以裡面外面才會平等 所以內外才會平等 所以從真如 需要分別 所以從真如去收分別 那平常思念書法門就是從分別 修真如 平常思念書法門就是由分別收真如 嗯 這個從分別 修真如也是一定要學的 這個從分別去收真如 也是一定要學的 這樣 其實再能夠 徹底的了解 精度的法門 佛薩道的法門 這樣才可以徹底了解 靖土法門 菩薩道的法門 不是一定要每一個 司法跟明書 徹底的分辨 不過一定要了解道理 不是一定要每個釋法 明法徹底的分別 那大家一定要了解道理 了解道理 就是思念書的功能 了解道理就是思念書的功能 所以沒有思念書沒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有思念書的修行 所以沒有思念書就沒有這個道理了 有思念書的修行才會明白這個道理 佛教沒有別的道理 除了無我 無我 無我就是佛教的道理 佛教的道理就是無我 佛教沒有其他的道理 除了無我 無我就是佛教的道理 如果沒有無我 那不是佛法 如果有佛法 那就有無我 如果沒有這個無我 就不是佛法 有佛法一定有無我 那什麼是佛法 什麼是佛法呢 佛法就是延期 佛法就是緣起 佛法就是緣起 佛法就是佛法 佛法的貢獻就是緣起 緣起就是佛法 因為佛法在這裏的說明延期 所以佛法對終生很有用 因為佛法才有辦法 說這個真正的徹底說明緣起 所以佛法對眾生很有用 要焦獻 我們創 digging 好 佛法 佛法 佛法是緣起 我們眾生除了原起之外 就無法接觸其他的法 因为我们要直接用修行 先用文所成智慧 再用思所成智慧 再用修所成智慧 领纳这个法 我们是要用文所成智慧 思所成智慧 修所成智慧 之后才可以领纳这个法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法 我们可以用不同样的角度来说明 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法 这个无我法 这个缘起法 如果我们了解无我的法 缘起的法 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说明 但一定条件是了解缘起法 无我法 这是四年处的重要性 这是四年处的重要性 所以不管我们学什么方法 一定要了解四年处的修行 所以不管我们学什么法 一定要了解四年处的修行 所以今天我就教你们四年处的修行 所以今天奖务就教大家四年处的修行 你们可以配合自己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配合同自己的所修的法 那四年处的修行平常 佛说明四年处的修行 说明四年处的修行 从阿拉巴那念为法 阿们 那平常呢 佛台说明四年处的修行 就是由安波念做这个法门 所以阿拉巴那念在佛教里面叫清静智慧 安波念在佛教里面叫清静智慧 基石论是说明阿拉巴那念跟其他的宗教 不是佛教只有阿拉巴那 印度教本来就有 佛多时代已经有 不过佛教的阿拉巴那是基石论是教 清静智慧 其他的不是清静智慧 在佛多时期除了佛多有教安波念之外 其他的宗教也有教的 但是在这个论典里面有说明 只有佛教所教的安波念就是清静智慧 为什么阿拉巴那会变成清静智慧 别的宗教阿拉巴那不是清静智慧 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唯独佛教的安波念是清静智慧 因为基石论是说明因为水管 水管就是佛教特别强调 佛教的智慧就是水管 水管就是佛教的智慧 原因是因为除观 除观就是特别重要 除观就是佛教的智慧 佛教的智慧就是除观 结神秘经 为了解为是很重要 就是说明这个水管的智慧 为观 为人 为见 为乐 四个 佛教的智慧就是说明 佛教的智慧就是除观的智慧就是观 就是人 就是戒 就是见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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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有落 是 怎么水管变成人 怎么水管变成天 怎么水管会变成观 就是内观 怎么水管会变成乐 一定有了解 怎么水管会变成人 变成观变成见变成乐 一定有了解 因为你是靠正念 因为你是靠正念 所以不管你是学什么佛教的法文 你要靠正念 那你是学什么佛教的法文呢 你要靠正念 没有正念就没有智慧 没有正念就没有智慧 没有正念就没有正定 没有正念就没有正定 没有正定 没有智慧 那就没有佛法 没有佛教的接触 没有正念 没有智慧 没有正定就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的解决 所以一定要了解 什么是正念 用在你们所用的法文 这样再变成佛教的法文 当然不一定是佛教的法文 所以一定要用正念去了解 那就会变成佛教的法文 所以我先应该说明什么叫做正念 所以掌浩应该先说明什么是正念 正念 所以说明自外外体 为什么自外外体 为什么自外外体 我一定有说明 因为正念就是水管 水管就是正念 为什么自外外体呢 那么现在说明了 因为正念在垂观 垂观就是自外 正念 是分以为水 不过 不过 其实有很多意思 這個徐觀 其實徐字有很多意思 安努也叫水也叫靠近 你都是安努就是徐或者靠近 你徐觀所以你看很近 徐觀所以很近地去看 你看很近那你再會知道 那你很近地去看呢 那你才會知道 你看很近就沒有使用智慧 你看從遠就是不一定是智慧 你從很近去看才是智慧 從很遠去看就不一定是智慧 那你怎麼能夠看很近 那你怎麼可以很近地去看呢 因為你的心在所遠上沒有散亂 因為你的心在所遠上面沒有散亂 所以你的心不浮在所遠 安住在所遠 所以你的心不是浮在所遠 是安住在所遠 那你怎麼會知道你有正念 因為你的心能夠安住 你怎麼知道你有正念呢 因為你的心可以安住 如果你的心不會安住 那你就是在過去 你是在未來 你不是在現在的今天 如果你有心沒辦法安住 那你就在過去或者未來 不是現在的經驗 念它的翻譯就是記憶 所以你們可以想有一點矛盾 所以大家可以想有一點矛盾 因為記憶就是過去 因為記憶就是過去 你是安住在現在的經驗 那怎麼解決這種矛盾 那怎樣解決這種矛盾呢 以前的瑜伽說的印度 他們很有智慧 不是因為他們看不到這種矛盾 他們看得很清楚 以前的瑜伽就很有智慧了 那不是因為他們看不到這種情況 因為他們看到 所以為什麼正念叫意念 一定要了解 那為什麼正念叫意念呢 那一定要了解 那為什麼正念叫意念呢 因為如果我們的經驗是很清楚 因為如果我們的經驗是很清楚 我們可以安住在我們的所緣 我們可以安住在我們的所緣 才我們能夠記得這個所緣 我們才會記得這個所緣 如果心不能夠安住在任何的所緣 他就不記得這個所緣 如果心不可以安住 就不會記得這個所緣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所緣不清楚 所緣不清楚 所以感受不清楚 所以感受不清楚 因為說不清楚 分別不清楚 分別不清楚 因為分別不清楚 所以發也不清楚 發亂 分別不清楚 發亂 所以我们是完全靠我们主观的了解,不是事实 正念就是领导我们到事实 正念就是领导我们往事实 如果我们看事实 如果我们看事实 一个事实跟别的事实没有矛盾 如果我们看概念,一个概念跟别的概念都在矛盾里面 在事实里面,一个事实和其他事实没有矛盾 如果我们看概念,一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可以有矛盾 那些矛盾从哪里来? 那些矛盾从哪里来? 本来不在,现在出现为什么? 本来不在,但是现在出现,为什么? 如果你了解,这也是正念 如果你不了解,你也没有正念 如果你了解,那这个都是正念 你不了解,那你就没有正念 那些矛盾从哪里来? 矛盾从哪里来? 为什么轮回,佛教所说明轮回都在矛盾里面? 那为什么佛教说明轮回都在矛盾里面? 矛盾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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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从我们的意念来? 如果我们不用意念,那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 如果我们不用意念,那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了 用意念再有矛盾,再有冲突,再有追逐,再有烦恼,再有烟 那用意念才有矛盾,有执着,有烦恼,有业 所以,什么叫做正念? 什么叫做正念呢? 英文翻译为mindfulness 这是很好的翻译,不容易翻译成中文 这个很好的翻译,不容易翻译成中文 mindfulness叫做你的心完全 mindfulness叫做你的心完全 在什么情况你的心变成完全? 什么情况你的心变成完全呢? 因为你不是靠过去,你不是靠未来,你是靠你现在所判住的境界 那你不是靠未来,不是靠过去,你是靠现在安住的境界 你的心不放在这个境界,不放在这个境界,不放在这个境界很清楚 所以你能够记得这个境界很清楚 所以你能够记得这个境界很清楚 别的境界就不会影响 其他的境界就不会影响了 所以你会知道所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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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的心安住在你所注意的境界 但是你的心安住在你所注意的境界 别的境界你知道很清楚,不过没有矛盾 其他境界你知道很清楚,但是没有矛盾 因为你的心不是在过去,你的心不是在未来 你的心安住在现在的境界 因为你的心不在过去,不在未来,是安住在现在的境界 不管你是用作意,管你自己的所谓 还是你没有自己的所谓 你是一般就知道 那同样的道理,你的心安住在有分别 还是无分别的所谓 不管你的心是有拒绝或不拒绝的所缘 但是你的心安住在这个所缘 所以这样你看很清楚 那你看就看得很清楚了 你看自身是后面的山 你不需要想什么 你不需要想什么 你不需要... 这是真言 你看虚空的白云 那你不需要想什么 那这个是正念 你听现在你听我所讲的话 那你听讲我的话 你不需要想什么 如果你想什么 我所讲的会乱 那你不需要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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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乱 不过如果你有正念 你听很清楚 你知道很清楚 我所讲的法 那你有正念 你听很清楚 知道很清楚 可以所教的法 不需要想什么 不需要想什么 你开始想 那我所讲的法 的意思会乱 你一想 那他的意思就乱了 你同时听我所讲的神明 同时也会知道 这里的房间 谁在 他穿什么衣服 什么衣服 什么颜色 是好看 不好看 都会知道 不过没有冲动 为什么 因为你留在 你按住 在现在的经验 所以没有注意 那你同时听法的时候 也都可以知道 这里的房间 发生什么事 其他人的穿着是如何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你按住正念 你会知道 这个衣服 不好看 还是不好看 没有什么注意 你会知道 这个衣服 好看 或者不好看 那这个没有冲突 你开始想 那就变成冲突 你开始想 那就变成冲突 你开始想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思维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思维这个道理 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 烦恼 也是从哪里来 从过去和未来的境界来 那烦恼和叶在哪里来呢 就是由过去和未来的境界那里来 所有的冲突 所有的矛盾 跟国际的经验 跟未来的经验 跟未来的经验有关系 不是更暗住在现在的情况 双矛盾和冲突 都在这个过去的经验 和未来的渴求那里来的 等一下我们要吃饭 那等一下要吃饭 你不是要想什么 来知道 你说 食饭的味道很清楚 你不需要去想些什么 来知道 食饭的味道 那大家都会很清楚 你开始想 那 好吃 不好吃 我要 不要 那 所有的 矛盾跟分别 都会出来 那 了解 请接我们 只有流门 没有其他的方便 那 了解 境界呢 我们只有六个门 没有其他的方便 了解 警界呢 我们只有六个门 了解 六个门,所以六个锁完, 六个锁完,所以六个竹, 六个竹,所以六个手, 六个手,所以六个上, 有六項 所以有六順 有六個上 所以有六個塵 有六順 所以有六種詩倫 有六種塵 所以有六種詩倫 有正念 我們知道詩倫就是詩倫 有正念 我們就知道詩倫 只不過是詩倫 沒有正念 雖然在詩倫裡面 我們不知道是詩倫 沒有正念 雖然是詩倫 但不知道是詩倫 因為不知道是詩倫 所以我們留在煩惱 我們留在自己的事 因為不知道是詩倫 所以我們留在煩惱 留在自己的事 我們是為這個情節 為客觀 不過其實更客觀的情節 因為廣西只是元氣而易 我們的元氣不是格管 而是主管 我們詩倫這個更加為客觀的 但我們的客觀不是客觀 是主觀的 只不過是一個元氣 所以每個人就是住在他的心 阿拉耶 在他的心的宗族 他的心的宗族 他的心的宗族 沒有別的宗族 心沒有別的宗族 所以每個人只不過是住在自己的阿拉耶 如果沒有心 就沒有任何的住所 這是正念 明白這個就是正念 正念不是說沒有詩倫 不過你了解詩倫為詩倫 這也是正念 因為你不會壓迫詩倫 因為你不會壓迫詩倫 你只能夠了解詩倫 你只能夠了解詩倫 你不能夠嚴格地說 你不能夠壓迫詩倫 你只能夠了解詩倫 嚴格地說 你不能夠壓迫詩倫 你只能夠了解詩倫 你怎麼了解詩倫 怎麼了解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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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別的用之處 正念意外 那為什麼了解詩倫 了解詩倫 了解自己呢 我們沒有其他的工具 除了正念 眾生的用之處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煩惱 了解自己的人 就是正念 沒有巨大的用之處 眾生的工具就是用這個正念 沒有其他的工具 這是正念的重要 這個是正念的重要 所以沒有正念 無法了解自己 如果沒有正念 無法了解自己 如果沒有正念 就無法了解自己了 有正念 就了解自己 明白沒有我 你聽 可能你會想這是矛盾 不過有正念 不是矛盾 你聽下去 就好像矛盾 但如果你有正念 就沒有矛盾 用正念 所有的矛盾 可以出現在一起 你了解矛盾為矛盾 你了解矛盾 所以有正念 所以你漸漸能夠 用梢形 噥�寫 就是了解矛盾 了解衝突 уляo在矛盾 不要再矛盾 不要再彛盾 那你可以漸漸入修痕了 修痕就是了解矛盾或矛盾 那你不跟着矛盾 所以政治 所以政治 所以有正念才會有政治 沒有正念不會有政治 有政治那煩惱不用 有政治才有正念的 有正念才是政治 有政治煩惱就不會流 爹 爹也都不流 爲什么爹也不流 爲什么爹也不流呢 因爲什么叫做爹 因爲什么叫做 爹 爹叫做 收集心 爹就叫做 收集心 收集心就是爹 收集心就是 我们收集 收集 收集 我们一路这样去累积 这些心收集在哪里 这个心在哪里累积呢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收集 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 没有其他地方 他们就是我们的忆念的内容 忆念没有别的内容 他们就是我们的忆念的内容 没有其他的内容 所以因为我们要收集 那些心 所以我们是在矛盾里面 因为我们有累积那些心 所以我们在矛盾里面 在证念的时候 心来心去 心来心去 所以你不收集心 在证念的时候 我们心来心去 我们不会累积那些心 所以心开始用证诀 那心就开始用证诀 因为用证诀 所以烦恼变成心的歌 因为用证诀 所以烦恼变成心的客人 这是证诀 那这个是证诀 不是压迫烦恼 不过了解 靠正念了解 烦恼为我们的心的客人 不是压迫烦 但是呢 是用正念正知来了解 烦恼为我们心的客人 它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心 它是属于我们的意念 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心 它是属于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冲突不是从心来的 是从意念来的 意念 我们的冲突不是有心 是从意念去的 是我们的心的一个部分 一年意念是我们的心的一个部分 不过这是主观的部分 不是客观的部分 但是这个是主观的部分 不是客观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阿拉耶 这是我们的阿拉耶 这是心所住的境界 这个是心所住的境界 佛是罗汉就心不住 所以他的阿拉耶转变成智慧 这个叫转意 在位置里 所以有转意 所以有转意和得意 所以有转意和得意 转意就是写意 转意就是写意 有转所以有得 有转所以有得 有转我们的烦恼是我们的也 有转就是写烦恼写业 所以有德转意 所以有得知智 有得真知 写起烦恼写起业就得到智慧 得到智智 这个过程的条件就是有正念 沒有正念,這個過程的條件就不存在 這個過程的條件就是靠正念 如果沒有正念,整個過程就不存在 所以一定要多多思維 多多想正念的重要性 所以小心就是鑰匙,如果沒有這個鑰匙 不管你是用什麼法門,你拉不開解脫的門 所以所有法門這個正念的重要性就是非常之重要 它是我們修痕的鑰匙 如果沒有這個鑰匙,我們修痕就拉不開 心拉不開 你要拉不開解脫的門,那第一 所以就是思念處,思念處是正念的體 你要拉開這個解脫的門 第一就是四念處 四念處就是解脫的門,解脫的體 要正念,你的心不佛在靜節 什麼是靜節? 五穩就是我們的境界,沒有其他境界 你用意念,那你的心就佛在你的境界 你用意念,那你的心就佛在經界 你用意念,你用心,你用心,圓滑,那心就佛在靜節裡 你用这个mindfulness 那你的心就原本就不会浮在这个境界 如果它浮,那你知道它浮 那它浮呢?那你就知道它浮了 你知道它浮,它不稳定,这也是正义 你知道它浮,它不稳定,那这个都是正义 所以正义就是智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正义的作用,它不会出现 正义是定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作用,它就不会出现 正义就是这个智慧的作用 如果没有正义,智慧就不会出现 正义也是定的作用 没有正义,正义也不会出现 什么叫做智慧? 什么叫做智慧呢? 智慧叫做如实如法了解经验 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如实如法了解经验 如实如法了解经验 就是了解无我,就是佛教 如实如法了解经验就是了解无我 你怎么说明道理就是一个道理,没有第二个道理 那你怎样说明的道理呢? 都是讲这个道理了,没有其他道理 经验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经验 因为无我,所以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因为无我,所以内外平等 有我,那里面外面不平等 因为内外不平等,都在矛盾里面 都在冲突里面 都在冲突里面 这个矛盾,那些冲突从哪里来? 从意念来的 从意念来的 从意念那里来的 不过,意念不是格观的,是完全主观的 每个人的意念不一样 但意念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了解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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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正途 正途就是代表真如,代表无我 正途就是代表真如,代表无我 所以代表神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随观 代表徐观 代表乐 代表乐 代表人 代表人 代表见就是真见 代表见就是正见 代表观就是内观 观就是内观 所有的情结就是无我的警结 所有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人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人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证件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内观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乐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乐 所以菩萨第一菩萨第一就是大师 Brahmaudita 为什么Brahmaudita 所以菩萨初地叫欢喜地 因为里面外面有政见 因为内外有政见 里面外面有内观 里面外面有乐 所以所有的烦恼 是完全空 所以所有的烦恼是完全空 所有的叶也是完全空 因为完全空所以你能够忍 因为完全空所以能够忍 因为完全空所以你能够乐 所以这样四年初让你如智慧的境界 让你如没有所有的意 所以四年初可以令你入智慧境界 入这个无所知的意 没有所有的意 就是自己的心 没有所有的意 就是自己的心 没有所有的意 就是自己的心的真语 没有所有的意 就是自己的心的真语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一定要思维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 一定要思维 不管你是用什么法文 就是这种思维 就是所有的小心的基础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法文 这种思维就是所有修行的基础 你是用分别智慧 你是用无分别智慧 都是来了解这个道理 你是用分别智慧 无分别智慧 都是用了解这个道理 除了真语以外 没有什么法文 除了真语以外 没有其他法文 这是菩萨法文 这个是菩萨法文 真语是四年初的小心了解 真语是四年初的修行的了解 这是所有的小心的基础 这个是所有基础 所有修行的基础 你可以得到这个了解 用分别智慧 你可以得到这个了解 用无分别智慧 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 配合因为有正念 因为有水管 你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用分别智慧 用无分别智慧 用无分别智慧 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 配合因为有正念 和随观 我又讲过一些道理 下午我们就开始用阿拉巴能言 来入这个道理的修行 讲到现在说明了这个道理 下午就用这个安波念来入修行 为什么佛教阿拉巴能言 为四年处修行的入门 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佛教安波念为四年处修行的入门 一定要了解 汉川佛教这个法文叫六妙门 安全佛教这个法文叫六妙门 为什么六妙门 为什么叫六妙门 因为每一个门就是熟悉 随随随随随随 光光更清 每一个门都是可以变成解脱门 因为这个六妙门 数、除、观、止、还净 都是可以变成这个解脱的门 条件是你了解真语 因为六妙门其实就是 也是佛教法 条件就是你了解真语了 因为六妙门都是屠杀的法门来的 不要相信 阿拉巴能言就是 只有神闻的时候 阿拉巴能言也是佛萨法门 那不要相信 阿拉巴能言也是佛萨法门 只不过是被圣文去修的 阿拉巴能言也是佛萨法门 怎么阿拉巴能言变成佛萨法门 有真语的道理 阿拉巴能言变成真语法门 有真语的道理 阿拉巴能言变成真语法门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为什么阿拉巴能言 不管我们是修圣文道 我们是修佛萨道是那么重要 那为什么阿拉巴能言 是修圣文道菩萨道 都是那么重要呢 因为阿拉巴能言就是 代表全部 因为阿拉巴能的经验就是代表全部 阿拉巴能言在阿拉巴能言 有无因的经验 在阿拉巴能言的经验 经验有无因 阿拉巴能言经是说明修阿拉巴未见 是说明不经自己 是说明修阿拉巴能言就是修安立体 就是苦体 在这个阿拉巴能言经里面 有说明修阿拉巴能言是修安立体 就是俯体 為什麼修安拉巴能言就是修安立體? 為什麼修安拉巴能言呢? 因為修安拉巴能言,你要了解,你是在無趣音,無趣音就是苦 因為修安波念,我們要明白五取魂,五取魂就是苦 因為我們是在無趣音,所以我們需要苦 因為我們是在五取魂,所以我們需要法 如果不是在無趣音,那就不需要法 因為如果不是在五取魂,就不需要法 我們需要法,所以你是修靜度的法門 我們需要法,那我們是在靜度的法門要守 你是修靜度法門,變成佛教的法門 因為你了解,你安立在五取魂 我們在靜度的法門去修,我們要了解是安立在五取魂 因為你安立在五取魂,所以你想法 這個法就是靜度,就是內外平等 明白安立在五取魂,我們需要法,法就是靜度,就是內外平等 修內外平等的方便 修內外平等的方便 這個方便有道理,如果了解真語 不了解真語,就沒有什麼道理 這個方便有道理,是因為你明白真語 如果不是,就沒有什麼道理 我明白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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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